接下来的时间 当然就是给大家介绍 你们喜欢的老师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著名节目主持人 马丁 马老师 欢迎马老师 青年演员 李化 李老师 欢迎李老师 世纪家园的特约情感专家 曲伟 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 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 看看他们的爱情生活 怎么了 我跟他认识一年多 我对他一见钟情 我很喜欢他 但是我看到一些 我不想看到的事情 当时我很伤心 很难过 过了有一个得远 他给我又来找我 然后又给他复合 我内心很纠结 我是真心喜欢他 但是这个事实上 我始终忘不了 我现在对他又爱又恨 我不知道我现在是接受他 还是不接受他 女生究竟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让男生觉得在内心深处 都无法再接受他了呢 来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车24岁来自陕西 是一名销售 女主人公小王23岁 同样来自陕西 是一名网店店链 来有请有请两位 两位愿意在今天那个现场 公布箱子里的秘密吗 我愿意 怎么认识的 一年前我们在酒吧里面认识 酒吧里认识的 对 当时他心情不好 刚跟前男人分手 然后那天我正好也在酒吧里面玩 我就上卫生间的时候 他差点从椅子上面摔下来 我就扶了他一把 然后互相就留了个联系方式 聊了一会儿前 然后我跟他说 看他也喝多了 然后给他挡了个出租车 然后让他自己回家 从那开始 我们两个就每天的聊天 我对他也是那种一见钟情 就追求他 没多长时间 他就做了我女朋友 幸福吗 刚开始确实是幸福 但是没过多久就不幸福了 发生了什么 那一天是在我家的时候 然后他上卫生间了 手机在桌子上面放着 突然间来了一条微信 那种是什么 我心情不好 你能不能出来陪我一下 我当时看了一下是个男的 不就是一条短信吗 再说我当时也没有出去 至于这样吗 当时确实没有出去 那如果我当时不在 那你是不是就会出去了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呀小伙子 还有一次 就是我跟他打电话 约他高兴地在餐厅里面吃饭 吃饭的时候 手机来了一个电话 他帮他神经很慌张 跑出去前 然后我问他谁 他说是个骚扰电话 其实你现在一直都在骗我 一个大帅哥的微信 一个席间的莫名其妙的电话 对 他就是可小心眼了 在这段关系当中 你很在乎他 对吧 对 女生的理解就是小心眼 我跟他认识一年多 交往有半年多 这半年之内 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住 没送过他回家吗 他每次都是拒绝 让我送他回家 我不是想要 想要有个人的私人空间吗 这个可以理解 这个小心眼 不是 不是我小心眼 我那天从他闺蜜那里 打听到他在哪里住着 然后我高高兴兴地 买着零食 买着菜 准备过去给他一个惊喜 谁知道他好 我过去了之后 进门一看 床上躺着一个男的 我当时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 他人是在我家暂住几天 而且你当时进来的时候 我真就是东西要准备 去我那个朋友那住 那为什么他不住宾馆 不要住在你家里呢 你能随随便便 让一个男人住在你家里吗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 然后你做了什么兄弟 我当时真的差点哭了 我双面就走了 走了之后 他给我打电话 说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也没说多少 我直接把电话挂了 那时候不想理他了 然后呢 直到他托了他朋友过来 找我给我说 最后我相信了他 但是我相信了他 没过多少钱 有一次我跟他闺蜜在一起吃饭 我从他闺蜜口里 得知到 在他床上睡着 那个男的 是他的前男友 他没有在我床上睡 他只是在我家借住 而且那几天我不在家 我在我朋友家住着 你最后你还跟我闺蜜 到处说 说我跟个男的住在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等于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你原谅了他 对 然后他向我保证说 是不跟前男友联系 好好的跟我在一起 没过多长时间 我打他电话 让他出去玩 他跟我说闺蜜 给我生日 他哪个闺蜜我都是 我说你把我也带上吧 他就告诉我 我们都是女孩过程 不方便带你男孩去 我看他那么坚决 想一个人去 我就让他一个人去了 谁知道的 我中心约了 我几个哥们去酒吧玩 到酒吧了 看见他跟他前男友 站在那里喝酒 可高兴了 聊得挺嗨的 喝得挺高兴的 我当时很生气 我过去问他了 我说怎么个回事 他就跟我说 他男朋友 跟他前女友吵架了 心情不好 怎么的怎么的 就算跟前男友分手了 也可以做朋友不是吗 不是你做朋友 干嘛骗他 你说我跟前男友喝个酒 不是他真的可小心眼了 因为我身边的男性朋友 挺多的嘛 然后自从跟他交往之后 我身边基本上 就没有什么男性朋友了 我就算再小心眼 你跟我说明白了 难道我还是会追究吗 就算你要去 瞧见你前男友的心情 你可以带着我去啊 毕竟男人之间 什么话都可以说 我有可能瞧瞧 比你瞧瞧都好呢 然后呢 你看到他们俩在那喝酒 你干嘛了兄弟 然后 你哭没哭 我没哭 我就把他拉着就走了 回去就把我给骂了一顿 今天为什么来 就为这事来了是吧 不是了 今天就是 因为之前 我也觉得就是 那些事做得又有点过分了 也有一点那个误会啥 然后我想就是跟他复合 你们俩已经分手了 对 自从那件事发生了 没过多长时间 他就给我提出了分手 他提出分手 对 当时我哭着 当时我真的哭了 然后哭着 当时第一次哭 分手的那一次 是我第一次哭 然后我哭着 求他别给我分手 他分手的理由 是什么告诉你了吗 那时候没告诉我 最后我知道 是因为他的前男友 因为那段时间 就是他也不咋理我嘛 然后我感觉 他好像对我就 越来越冷淡了 然后刚好那段时间 就是我前男友 一直就跟我在一块 然后就天天陪我 然后也就是挺关心的 毕竟就是好那么长 也是我的初恋嘛 好那么长时间 也是有感情的 然后最后就慢慢 跟他在一块 但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心里想到还是你 我觉得他不再是以前的他了 他还是跟他以前的前女 有一块联系着的 对呀 你既然跟你前男朋友过 那你跟你前男朋友 就好好过 你干嘛回来找我 因为我发现跟你在一块 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不过你现在还爱我吗 说真心话 我现在还爱你 但是我不敢接受你 因为我怕了 那我保证以后 再也不跟他联系了 而且他已经保证过以后 不再跟我联系了 我们现在能好好的吗 不是万一那男生 又跟你联系了怎么办 我真的不想再跟他联系了 我觉得他也一直在骗我 我问个问题 他跟你前男友比 到底哪好 感觉不一样 因为前男朋友 是在大学里面谈的 他毕竟陪了我三年 他是我毕业以后 在酒吧认识的 所以说就是两个人 完全不是一种感觉 跟他在一块的那段时间 我觉得真的也挺快乐的 但是我也挺不甘心的 因为当时我前男友 跟我分手的时候 他也没跟我说清楚 到底是因为什么 然后就那么莫名其妙的分手 所以其实你在跟他的 恋爱过程当中 跟前男友一直在纠缠着 对吧 只是联系着 就是没有特别的那种 那他为什么会住到你那儿呢 因为当时他在西安 就是也没有几个朋友 就是你们俩 保持着很紧密的联系呗 是 虽然没当过 但是我跟他一直就是 只是普通的那种联系啊 你在情感上 你跟你的前男友断了吗 断了 确实断了吗 断了 你的前男友如果再要跟你说 我要跟你在一起 你还会出去吗 不会了 不再做朋友了 朋友都不做了 为什么 因为我那段时间 不跟他分手那段时间 然后我就跟他好了嘛 但是我发现他 就是背着我老师 跟他那前女友 还一直联系着 他把我当作备胎 他前男友 把他也当作备胎 就是备胎 一个加备胎 都是备胎 我们两个现在都是备胎 备胎碰备胎啊 不是 但是我发现真的是 跟你在一块 我觉得我才是最快乐的 我觉得 不是 你跟他在一块 至少 至少你不是备胎 你知道吧 不是的 好了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脚踏两只船的日子 肯定不好过 我真没有脚踏两只船 因为当时我只是 我没说你 我说脚踏两只船的日子 肯定不好过 前男友 旧情难忘 借酒交仇 出现了一个小帅哥 愿意温暖我受伤的心灵 但是温暖是温暖了 代替不了全部 你让我怎么帮你劝你的 前男友呢 只要他闭上眼睛 想他爱的这个女人 曾经为了前男友离开过他 然后现在要回来找他 他就过不去这个 我说的对吗 兄弟 对 抹掉这些过去 前男友 前前男友 最好都过去 重新开始 不要去给爱情 制造那么多的困难 两个人相爱已经不容易了 碰到一个对的人 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一定要珍惜 保持爱情的这种纯粹跟美好吧 因为可能现实有的时候是很残酷的 那只有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心灵才是靠得最近的 那对于女孩来说 不要去欺骗 不要去伤她的心 不要去折磨她 那我觉得对于男孩来说 我觉得你还是爱女孩的 那不妨再给她一次机会吧 虽然她做的那件事情很伤人 但是男人吗 胸怀大一点 包容一点 但是你们提前说好了 就是这样的事情 真的不要再发生了 许总 女孩我比较好奇 你的前前男友 怎么跟你分手的呢 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就突然跟我说分手 我就莫名其妙的 她跟你说分手了 所以我就不甘心 所以最后我就是跟她在一块 然后但是我感觉完全不是那个样子了 你现在还不知道当时她为什么要跟你分手 我现在知道了 她在外面又找了一个女孩 她出轨了呗 对 她花心 对 她可恨吗 可恨 你现在也挺可恨的 你的感情模式啊 跟你那个前前男友是一模一样 借口都一样 你好好想想 她回来找你说的是什么呀 无外乎就是孩子觉得你好呗 离不开你呗 对不对 是 跟你现在和你的前男友说的 是不是一模一样 是 你有一种花心者的态度 对待着痴心人 当然 在你前前男友面前 你是那个痴心人 但是为什么一个出轨的人回来 向你抛出了橄榄枝 你就欣然接受了呢 因为当时她跟我分手的时候 就是莫名其妙的嘛 我也是也 就是挺不甘心的 所以就是才跟她在好的 你连续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失恋 第二个 你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从前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 你有跟她开始了一段盲目的恋情 你根本就不爱的 只不过她在那个错误的时间 出现在了你面前 给了你安慰 你半年到一年 你居然不让你的男朋友去你家 或者知道你住在哪 你想隐瞒什么呀 你不信还在那边身上呢 真正的爱绝对不是站在自己的利益的角度 我这会儿需要你 我所谓的爱你 我不需要你了 对不起 再见 然后我又需要你了 对不起 我觉得还是你好 我离不开你 现在看到了吗 你轻信了一个不该相信的人 却抛弃了一个你应该相信的人 好好考虑考虑自己真的是爱这个男孩 还是爱他给你的那份温暖 想好了再做决定吧 男孩认清楚对方 也认清楚自己有点心眼好吗 男生说分手的那天 哭着恳求你 你毅然决然地走 如果能够把当初的画面 和现在的画面 匹一半 左边和右边 再来看一看 你今天的道歉 哪里有诚意 没有一声道歉 没有一声悔过 没有一滴眼泪 甚至没有一个倾意的表情 你哪里想道歉 走的时候那么决绝 那么无情 你说走就走 说回就回 说骗就骗 你还骗别人小心眼 骗别人小心眼就算了 还欺骗别人 欺骗了一次就算了 下次又来 我知道这个傻小子 今天还会选择你 他说他还爱你 他甚至面对你说 再原谅我一次吧 他甚至都不敢拿眼睛看着你 我就不明白 他除了这个外表 他还有什么呢 值得你爱的呢 他对我父母也挺好的 他对你父母好 对 你们两人之间是爱情 还是他做你母亲的护工啊 爱情 就一个爱人 能够给我最基础的就是忠诚 如果他不能给我忠诚 他对我父母再好 那都是谎言 只有他对我好 然后再对我父母好 这才是顺理成章 才想得通的 他是你女朋友 但应该对你好吗 跟对你父母好 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到底是找护工 还是找女朋友 还是找老婆呀 所以说人家虚伪说得好吗 认识了这么久 连家也不知道 方方面面的 其实我猜你知道 你自己不敢面对 我最后才知道 你早就知道 他不正常的 放手吧 放了他也放了你自己 好好过嘛 天涯何处无芳草嘛 我对女生 没有什么别的好说的了 给自己有点鼓起 因为女人自尊是最重要的 比漂亮更重要 就这样 我都不知道你这什么来 首先我真的 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如果对不起 能概括前面 发生那么多的事的话 那就好了 所以我老在想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究竟是怎么了 知道自己错了 就别再纠缠了 默默找一个地方 反省一下 重新开始 我会觉得 你有件事情 没有想清楚 就算他今天接受了 你在未来的生活里 他常提起这件事情 你怎么办 你会幸福吗 你会幸福吗 你能保证自己 能保证他吗 突然有天他说 你过去就这样对我是吧 你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 你能幸福吗 我们能把以前的事都忘了好吗 你怎么忘啊 有些东西 经历了是不会忘记 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吗 我问你 你怎么办 你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 他这么问你 你怎么办 只要你爱我 就他一辈子 他就拿这个事情来说你 你怎么办 你怎么面对 我觉得他要是爱我 他就不会拿这些事来刺激我 有一天他不够那么爱你了呢 我不愿意说其他的东西 我就希望你能务实地考虑一下 我的观点不是说你们合还是不合 我的观点是请你考 两位都考虑清楚未来是怎样的 当未来男生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女生能不能承受 当未来有一天 男生拿这个为借口 再次伤害到女生的时候 女生能不能接受 好了 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对不起 之前的事我确实做得有点过分了 但是我真的想挽回你 今天上这个节目 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你以前做的那些对不起我的事 背叛我的事 我真的忘不了 我这辈子真的都忘不了 我现在我真的都不知道 我是该信任你还是不该信任你 你不是答应过我 咱们今年过完年之后 一起去三亚的吗 我们一起去好吧 我答应过你的事 我会承认我会做到的 但是你答应过我的事 你有一件做到的吗 但是我保证以后我一定能做到 你说的每件事我都能做到 你相信我吧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第二种帮助类型是神秘的声音 也就是说可能跟你们这个事件相关的人 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 会给你提供另外一种思路 第三个呢就是请教我们的这个爱情导师 你来做一个选择 神秘声音吗 神秘声音 神秘声音究竟是什么呢 说句实话我也不知道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当初因为受不了 可能外头的一些诱惑 男人嘛 总哪免犯点错误 我现在知道自己错了 现在就是想回来 那分手之后 就是因为什么理由 一直在去找这个女孩 因为我发现 我跟别的女孩在一起之后 都不是很合适 还是觉得跟她在一起 是最合适的 而且她现在有男朋友了 这个事我知道 我觉得这个男孩配不上她 现在这个女孩 又要跟她男朋友复合 你是什么女孩子的 我坚决不同意她们复合 因为她怎么能跟这样的男人复合呢 就是我才能给她幸福 我现在要用尽一切的办法 把她再追回来 而且毕竟我们俩这么多年了 我相信我们俩的感情还是有的 她都胡说八道了 她都跟我保证过 不跟我联系了 我也不知道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但是我向你保证 我再也不会跟她联系了 不信你下去 可以看我手机 她的电话 微信我都删了 人家都 你前男朋友都这样说了 你 你还有必要的 行了 孩子 换箱子去吧 她前男友多大呀 就前前男友 比我大一岁 来来来 请回吧两位 请关门 不管人家做出了什么决定 我们也只能尊重 对不对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心 你们俩吓到我了 尤其是你 其实我感觉 你知道这女生写的什么吗 女生说 跟你交往后 虽然跟前男友有联系 但我从来没做过 对不起你的事 就算后来我们分手 我和她也只是牵手 其他什么都没做过 我真的相信 但是这是本案的重点吗 你觉得这是重点吗 在与你分手的那一个多月 我没把咱俩分手的事 告诉我父母 我父母一直很喜欢你 往前站吧 来吧 对不起啊 我之前做了那么多 对不起你的事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了 以后我保证再也 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而且好好地跟你在一块 你原谅我好吗 自从我刚才听了 前男朋友那一段录音之后 如果你前男朋友要是 还是追求你的话 那你让他来吧 给我现实中巧上吧 这完全就是激起 另外一个雄性动物的 这种战斗欲嘛 行了不管了 刚才说过 不管怎么样都要祝福他们 来有请我们的小华童有请 选择幸福 选择亚赛河来盼盼盼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谢谢你们俩 小盼盼 好可爱的 你说你们要去三亚是吧 对 他之前跟我说过要去那个 一块陪我去三亚来吧 谁出钱啊 我出 真的 好可爱的 藉择 好可爱的